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台湾武术家潘岳先生的先天进 我们先一起来看看这个视频 大家看完之后可能对这位先生的功义会有很强的认可 他的功夫非常好 同时其实这个东西不难练 为什么很多人他练不出来 还是因为没有科学或者循序渐进的进行学习 所以我们如何在搭手的时候借用上身体的劲呢 实际上就用整体的力量去冲撞对手 蹬地的劲沿着一个呼线坐在对方身上 这就很容易把对方发出 其实并不难 但是这却是很多人梦寐以求追求一生的东西 为什么他追求那么久 还是因为训练的方式不得法 那为什么潘岳先生能够把人发的那么高 要有一个前提就是你学会身体发力 大家看看他在发力的过程中有一个这样的动作 这叫什么压打崩拳 一粘一送 这方得起来 这包括往上发的这个动作 我们行一拳叫打人如挂画 向黄教练按住我的手 我这样发他 他是怎么都发不起来的 为什么 因为他当机得势 我们要抹顺人背 就让他别扭 怎么别扭 他现在抓着我的手腕 但他拦不住我这样 他就很不舒服 这个时候我们身体往前撞 就相当于我们的所有的力量 就撞到对方的肩关节上 再伴随着我重心稍微下沉 比对方的重心低 就相当于我这样跳着 把对方背起来了 这就一下就能把对方 对方给起来 优秀前辈功力和进入 都是有章可循的 非常科学 这就跟我们行一拳的教学 和太极拳的教学 其实是一个思路 大家可以加屏幕下方的微信 学习一下这个课程 对方的课程